第2300集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的目的就是这些呢 冰心瞥了一眼叶浩轩 难道不是吗 叶浩轩反问 这个世界上的秩序 其实早已经开始了 新的秩序形成之前 众神之介是不能来这里捣乱的 不是吗 如果他们来这里捣乱了 那就是对远古诸神的不认可 行了 少废话了 走吧 冰心瞥了一眼叶浩轩 然后转身离开 回到住处的时候 玉儿已经在那里等了 她脸上带着一丝寒意 而且还有一些恐惧的意味在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叶浩轩有些差异地看着玉儿 说真的 她对这个丫头的印象 就是从来都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像她今天这个样子 叶浩轩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她杀了南宫燕 一边的南宫燕像是看怪物似的 看了玉儿一眼 说真的 如果不是她来告诉我 我还一直以为她们之间是联盟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浩轩有些蒙逼地看了一眼玉儿 她发现了我们之间的联系 要告诉雨长 而且还以此威胁我 所以我就一刀将她杀了 玉儿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森染的寒意 她冷冷地说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 她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罢了 她凭什么威胁我 她威胁你 所以你就杀了她 叶浩轩有些郁闷地看着玉儿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没错 你可以这样理解 杀了她简直就是便宜她了 因为我的性格 是要直接将她一切 从这个世界上抹杀了 所以 现在玉长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她是要杀你 对吗 没错 玉长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她让吴冈过来杀我 而且南宫延的父亲 南宫北门 现在已经疯了 她当然会疯 因为南宫延是她唯一的儿子 一边的南宫延接过了话题 所以你此举 已经成功激怒了她 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你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的 所以 你不能带有任何侥幸一次 我以为是多大的事呢 一边的冰心眉头皱了皱 哼 吴飞就是一个小小的吴冈 吴飞就是杀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怕的 你是谁 麻烦你不要站着说话 不要疼好吗 玉儿大怒 她惹下了这么大的祸 心里已经十分郁闷了 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这让她很愤怒 我说的又没错 现在你暴露了 而且你对我们而言 根本没有一点利用价值 冰心淡淡地说 所以你觉得 你来这儿求救有意思吗 你 玉儿不说话了 冰心说的其实一点也没错 现在她对于叶好轩而言 根本没有一点利用价值 所以叶好轩未必 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她 她说的一点也没错 我之所以跟你合作 那是因为你是玉长身边的人 她说不上是最信任你的吧 但是说真的 除了你之外 她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了 可是现在呢 你已经成功地让玉长 对你动了杀机 让她知道你彻底地背叛了她 你觉得你留在这里 还有任何意义吗 我 玉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叶好轩说的一点也没错 现在她暴露了 对于叶好轩而言 她根本没有一点 可以利用的价值 现在叶好轩凭什么还要帮她 不过嘛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既然你选择了跟我合作 那不管有没有价值 我都会帮上你一把 不然的话你会说我万恩负义 尽管你没有给我提供过什么有用的信息 真的吗 玉儿抬头看着叶好轩 她一脸地不相信 她不相信叶好轩会这么好 居然主动地帮她扛下这些事情 当然是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现在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说真的 我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了 玉儿的嘴张了几下 但是最后她还是放弃了 说真的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所以除了相信我 你还能做什么 行吧 既然你主动投了我 那就代表你有诚意 我就帮你一把 谢谢你 听叶好轩这么说 玉儿着实松了一口气 这没有什么好戏的 虽然我不是玉长 给不了你想要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是她绝对给不了你的 什么东西是她给不了的 玉儿微微的一愣 她抬起头来 看着叶好轩 尊严 叶好轩吐出了两个字 她给不了你的 就是尊严 但是现在 我可以把尊严给你 尊严 我有这些东西吗 玉儿笑得有些惨然 我只不过是一个妖铺罢了 我从来不知道 我还有尊严这东西 玉长 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过人 你们觉得 现在我有尊严这东西 我说过 她给不了你的东西 我可以给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我承诺过的东西 一定会给你的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反正我就是这样 好 我相信你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玉儿认真地点点头 现在除了叶好轩之外 她几乎是别无选择的 不需要为我特意地做什么 只要我在需要你出力的时候 你能及时地出来就行了 好 记得你的话 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的 玉儿努力地点点头 她一个转身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没有必要帮她的 她的本性就不是什么善来 玉儿消失以后 南宫英看了一眼叶好轩 说真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吃肉的兔子的 任何人在用一成不变的方式 生活了很多年以后 就想着换个法子 去体验一下全新的生活 所以她吃血时也是正常的 而且现在来自众神之界的人 就他们三个 留着她在我们这个世界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任由她去吧 你说的不错 你们对众神之界并不了解 而她又恰好是一个 在众神之界生活那么多年的妖仆 所以让她回来 是最合适不过的 冰心也点头道 相信我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从众神之界那里醒过来的 你们根本不了解众神之界 有这么一个妖铺在这儿 你们恰好可以省去很多了解他们的时间 不要忽视任何人 因为任何人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就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没错 任何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所以有些时候 没有必要真的和某些人弄得太僵了 反正有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你要面对的可是无纲啊 南宫阴有些不放心的看了一号悬疑 你要知道 吴刚那么多年砍不死归属 他可是沾染了天地之力的 就算是现在他的神力被消磨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发起很烂 他还是一个挺难对付的存在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已经不是众神之界的人了 所以没有必要惯着他们 我们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吧 那我可告诉你 我没有打算出手 冰心微微的一笑 我来这个世界上 不是帮谁的 如果有违逆天人之约的事情出现 我不会坐视不理 但是这件事情吧 属于你们私人事情 所以我出手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打手啊 你来这里就代表你自己 我们不属于同盟 你是为了天道而来 这些我还是能分得清楚的 你能分得清楚最好 所以你要清楚 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不出手 而是天道不允许我出手 我这么说 你可明白 我明白 所以在这里 我没有要求你为我做什么 你只要去学着适应这个世界就好 好 你的意思我明白 像是今天的事情 我保证不会再发生 冰心一点头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南宫北门要来见你 南宫阴抬起头 看了一眼叶浩轩 你见不见 他见我干什么 叶浩轩有些诧异的 看了南宫阴一眼 随即他微微一笑 见就见吧 他想见我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不要插手你们之间的事情吗 这老狐狸阴险着呢 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的目的就是这些 所以你是见他 还是不见他 见 当然要见 说真的 我想见识一下 这位南宫家主 到底是什么样子 居然有魄力做这种事情 那行吧 既然他来了 那我就先回避一下了 否则的话 我们两个见面 就是不死不休 行 你去吧 如果真的见了 你们两个之间真的会出问题的 叶浩轩一点头 南宫阴和冰心刚离开 一名中年男子便步入了室内 他便是南宫北门 作为南宫家族现任的家主 他的气势还是有的 看到叶浩轩 他也不识理解的向叶浩轩拱手问好 叶先生 在下南宫北门 久仰叶先生大名 今天才得相见呢 南宫家主客气了 对于南宫家主 我才是如雷贯儿 我觉得南宫家主 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叶先生想象中的我是什么样的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 南宫先生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不妨直说吧 大家都是性格耿直的人 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嗯 我来这里的目的 叶先生应该是清楚的 南宫北门盯着叶浩轩 我来这里 只是想求叶先生 把杀害我儿的凶手交出来 你儿子死了 叶浩轩故意做出了一副惊讶的样子 那南宫先生真的要节哀了 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不开 叶先生 南宫北门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冷冷地说 这件事情 叶先生应该不是刚刚听说吧 所以我觉得叶先生 没有必要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在下痛失碍子 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想叶先生 应该是能体会到叶儿的吧 说真的 我确实体会不到 我也没有儿子 不过南宫先生 也不要太过于悲痛了 再生就是了 叶先生 说话慎重 南宫北门一脸的怒意 他沉声喝道 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你应该清楚 现在我求你交出南宫音 还有那个妖仆 这件事情跟南宫音没关系吧 你死了儿子 人家可是死了所有的嫡亲 再说了 那只妖仆是玉长的人 你现在应该去找玉长才对 你到这里 谁也不会把凶手给你的 叶先生 我南宫家族与你们龙饮 可是没有一点恩怨的 我上位以后 也着重地吩咐手下的人 不管什么时间 都不要与龙饮为敌 所以门下的人 做事的时候 遇到龙饮的人 也是礼遇有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